你看那里有鸭子 哪里啊 那里啊 那水那里啊 有然后呢又怎样呢 我们抓回家吃吧 啤酒鸭 什么 很好吃的 你拿回家吃 这是野生的 你看 这么山没有房子 根本就不是人养的 肯定是野生的 没人养的 人家怎么可能会跑到这里来啊 这是有人养的好吗 有人放来这里的 谁会放来这么远 你看这些山都没有房子 这些山都没有 肯定是他自己跑来的 然后主人也找不到丢了吧 你自己看那边有没有房子 那里有几个房子啊 那里那么远根本不是他们的 远 人家会拿过来放这里啊 那里都关门了 人家都出去打工了 不可能是他们养的 出去打工 鸭子还有野鸭 我说你这个人啊 怎么没有就有 我去抓了啊 抓了 好像不止一只 你跟我一起去吧 鸭子还有野鸭吗 还有这个东西吗 有 有 有 我跟你讲 肯定是被人家丢了 然后他跑来山里面 人家找都不找咯 我看这个人啊 什么都是野鸭 都是野的哈 刚刚又去拿上面的板栗 又说是野板栗哈 现在看到鸭子又以为是野鸭子了啊 那你看下面人家啊 这些生姜 你怎么不说是野生姜呢 生姜你看 那是一片一片的肯定是人种的啦 这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你看一点枣都没有 那就是有人种的嘛 原来你也知道啊 这个我肯定知道 鸭子肯定不是人养的是野生的啊 就这个 生姜都能种到这里来哈 那鸭子肯定也是能放到这里来啊 是不是啊 谁家的鸭子放那么远 人家养的人一般都放在房子旁边的 谁会放来这么远的地方 你放房子旁边 对啊 房子旁边没有水就拿过来了嘛 我要去抓回家吃 你要抓回家吃 做啤酒鸭 我才做啤酒鸭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 什么都是免费的 什么都是野的 你要不要跟我去抓 你想吃那去街上花点钱买一只就得了 你都不知道这个野生的很贵的 野生的很贵 在街上我们的养的那种都要100块钱一只呢 你看我又赚了很多钱吧今天 哪里有野生的啊 那里明明就是有几户人家的嘛 真的是你 我说你这里的 什么都是野的 什么都想免费的 要免费的拿 好像有四五只诶 嗯 多得很 拿什么装啊 你别问我拿什么装 啊 我说你这女人我怕了你了 我走了 管你哦